東北亞的情勢緊張 美國 日本 澳洲國防部長 在夏威夷舉行會談 也提及了臺海局勢 三國的同意要加強軍事合作 對抗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另外 美臺國防工業會議 也在美國登場 我方是由軍備副部長王信龍與會 渴望就美國的新軍售政策進行交流 東北亞情勢緊張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澳洲國防部長馬勒斯 日本防衛大臣冰田靜一 一號在夏威夷舉行三方會談 三人就俄悟戰爭 朝鮮半島以及台海局勢進行討論 美日澳三國同意加強軍事合作 對抗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 和中國共產黨冠軍事合作 日本防衛大臣冰田敬一也表示 中国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南海跟东海现状 国际秩序的基础遭到破坏 学者分析以往都是美日或是美澳等双边部长会谈 这一次美日澳三国防长共同开会 也是要宣示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防线跟安全保障 美国防堵中国在太平洋影响力也积极提供对台协助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二号在维吉尼亚州举行 国防部派均被副部长王信龙与会 拜登政府则有国防部跟国务院官员发表演说 渴望就美国的新军售政策进行交流 记者吴吴家宝真理报道 日方的新军售政策进行交流 目前可以误区区区的新军售